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没有第二项嘛 授权主管机关 可以重新以行政命令 以办法的方式去制定全新的程序嘛 残川条例没有这一条 资金条例有这一条 换句话说 在资金区所需要的 所谓的填海照录的业务 在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里头 已经把我们 还评法 相关程序 所 主管机关有关 填海照录的所有的 权署透过这一项 全部授权你们 以办法的方式去制定全新的程序 所谓空白授权是这个啦 如果不会的话 部长我们把这一项全部拿掉 所有的空白授权都是这一项啦 全部冻结现有法令体系 完全授权经济部 制定全新的法律规章 诶 资金条例的问题就在这里 二十一条这个就没有啦 二十一条这一种的全部删除 全部删除 然后呢 有位于三十条的这一项 三十条的这一项 也不可以重新制定 不管你会上哪一部会 都不可以冻结现有的法令体系 重新设定 因为这个文字全部都是 冻结现有的法律结构 跟现有的程序 要全部重新制定 然后那个新的法律体系是什么 我们一概不知 今天主委跟部长 全部在这里都同意嘛 同意说回归现有制度 回归现有制度 我们很高兴 其实本省很高兴 你要回归现有制度 跟现有的限制哦 你不会自定习办法 那这个全部删掉 这个我们就决定 我们现在这个讨论 我们现在立法院程序 大院委员怎么讨论 决定该征修该删改 我们一定遵照大院委员的决议 那我现在可以说一下二十一条 好来二十一条 这二十一条这中间 这个相当 二十一条更严重 就授权经济部要去制定新的法令体系 没有 这上面我们也同样一样 这个当初也是一样 是希望增加 这在示范区上面的谈性 大院委员 如果觉得 包括管委员在内觉得 这上面有任何的东西 觉得可以提出对案修改的话 那我们会重新检视这个内容 所以管妈 管管爷 一管就零哦 真的继续省下去 以后哦 所有相关空白授权的部分 授权重新制定规章程序的部分 全面删除回归现有制度